這個兩個叫 你怎麼就要把它拔開了啊 它本來就是活動的 是喔 是 它本來就是活動的 裡面有個旅行箱耶 你看這個 好像有個旅行箱在裡面啊 這個其實不是旅行箱 不是旅行箱 這個是有專利的行動餐餐 是 那我現在打開給你看 好酷喔 台灣Dating 行動餐車應有著高機動性 及省區電租等優勢 成為現代人創業的首選 不過以往我們所見到的行動餐車 大多以貨車或是胖卡車 沒想到這次在桃園 卻出現了一輛 全台唯一的機車餐車 到底這台餐車有何獨特之處呢 快餐車算是台灣的一種文化 但是你有聽過機車快餐車嗎 機車可以做成快餐車 怎麼會有空間呢 還是說這個老闆肯機車 真的是機車耶 來來看一下 老闆 哈囉 你好 我現在好 小馬你好 老闆 你這台是一個快餐車喔 是的 可是前面都是開那個 小發財車的快餐車啊 你賣什麼東西 我 我賣三明治 可是你沒有空間怎麼賣 你是做好放在箱子裡面是不是 不是 我是現場現間現做 現間 你這裡可以現間 當然 怎麼可能現間 來來 你接給我看 你怎麼弄 不過我現在已經收攤了耶 收攤喔 是 我們來到這邊了 你收攤 我已經賣完了啊 賣完了喔 你不能為我們全部觀眾朋友 再開攤嗎 開市 而且我現場就跟你買 這樣子好不好 我現在的料都已經賣完了 那怎麼辦 你跟我回家 啊 你要幹嘛 你跟我回家 然後我把料準備好 下午我出攤的時候 就可以讓你們好好平衡 整個過程我先了解一下 是的 好不好 是的 來 我跟你去看看 走走走 老闆擺攤的地方 這是中立地區最著名的早餐街 因此同行競爭者相當多 但由於他的獨創機車餐車 常常吸引民眾注目之外呢 現間現做的特色早餐 更讓顧客一吃便愛上 至今已累積了一批 死中的人給愛戴 想知道老闆有什麼獨家的陪伴嗎 現在就跟著他一起回家去 藉此來探探其中的秘辛 我現在怎麼看都是你這邊有 好像有一個送披薩的一個箱子而已啊 對 很多人 我剛開始賣的時候 很多人一直以為我是賣披薩的 你上面這些貼紙是你賣的東西嗎 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商品 對 我以為你是隨便找個貼紙貼上去耶 如果要找隨便貼紙貼上去 應該貼你的這個海報會比較好一點吧 對 開始了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檔底板差不多了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兩個叫 你怎麼就要把它拔開了啊 它本來就是活動的 是喔 是 它本來就是活動的 裡面有個旅行箱耶 你看這個 好像有個旅行箱在裡面啊 這個其實不是旅行箱 不是旅行箱 這個是有專利的行動餐檯 是 那我現在打開給你們看 這個是變形金剛來的 是的 好酷喔 就這樣子升起來啦 對 升起來 然後我們的所有餐具 還有備料的這個盆子 通通都在裡面 沒想到老闆以一個行李箱的大小 就能夠變出小型的行動餐檯 裡頭說是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但觀眾朋友們 是不是跟我一樣好奇 到底熱瓦斯爐 該如何與新鮮食材並存呢 這也讓小馬我匪夷所思 老闆您就行行好 幫忙解答吧 這個機台它現在分成兩個部分 OK 一個部分是尖台 這邊是加熱的一個部分 是 但是這邊都是生鮮的食材 所以它必須要保冰 簡單講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隔溫層 對 那這一邊呢 可以把它隔到700度 但是這一邊呢 要維持冰點 這個一個機台都你設計了嗎 對 那怎麼搞的 好 沒辦法 哇 是誰敢踏出那一步 對 哇塞 我覺得你根本就是 機車餐車界的玲瓏 是喔 生命自然找到出路 就是要勇敢踏出那一步 對 只要不踏出來 生命永遠沒有出路 對不對 好 那我給你介紹一下 像我們這個是 豬的非力肉 非力肉 巧肉 對 所以它是全部都瘦的 OK 那我們收的時候 收拾的時候 就是像這樣子把它拿出來 OK 然後這個是生菜把它拿出來 然後底下有制冷劑 對 對 所以它完全可以保冰 好 然後這個是 起司 然後這個是番茄 這邊有放料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煎的地方 對 那你賣的是什麼 你賣的就是三明治嗎 是三明治 三明治 然後重點在於我們的肉排 肉排它是用豬的非力手打的 所以整塊肉飽 口感非常的紮實 然後肉質非常的軟嫩 而且很juicy 很juicy 對 沒錯 很juicy 所以你材料上也用得很好 當然用得很好 但是你這麼好的材料 你為什麼不搞大台一點 那都快餐車 你為什麼弄個機車呢 所以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餐車太大的話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找白的地方不好找 對 因為你一台餐車就是一個停車位了 是 對 第二個就是機動上面來講不夠 然後用小一點的話 還很有這個可以有吸睛的效果 而且別的餐車開不進去就 就開著進去 是的 沒錯 但是進去之後發現沒有人 就是還不擔心 這個不擔心 還不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叫霍爾餐車 那霍爾就移動成寶的意思 簡單講我們跟網路直接結 我們的課程很多呢 都是透過網路的通訊系統 然後來直接點餐的 告訴我幾點到要多少東西 如此有生意頭腦的老闆 你可能想不到他的原本的行業 是一位演員 後來因為遇到人稱低潮時 決定轉行開創新業 於是發揮自我創意 打造出全台唯一的機車餐車 並獲得專利證書的許可 了解完餐車上的秘密之後呢 接下來就去看看 老闆在餐點製作上用了多少心思 好 用料實在就是這個豬肉了 是的 就是豬飛力是不是 對 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豬飛力 來 我要幫忙 我跟你講 米南語我們講說這個叫做 腰內肉 腰內肉 對 那其實就是飛力不穩 所以你是靠腰在賺錢嗎 對 它是 也可以這樣講 這一塊肉呢 是豬最嫩的一個部位 是不是 是 它因為完全運動不到這一塊肉 如果豬有運動到這一塊肉 公豬就出現人魚腺 母豬它就出現馬甲腺 你真的是玲瓏耶 是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打碎了以後 攪碎以後變成這樣子 好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豬飛力的絞肉 好 來 那這一鍋是什麼 這一鍋就是它的醬料 OK 那我們現在把醬料加進去了 好 接下來就是開始 重點在於 你要把肉堡打出醬 對 它必須把它降到一個溫度 接近冰度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上次真的有在竹東 在新竹那次做公館的時候 有被嚇到 因為那時候動到不行 你現在是你就知道了 好 這邊 這邊還有一塊 這邊還有一塊 冰 對 對 你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對 對 就是這麼硬 對 這就是好吃的秘訣 好 喔 好吃 好透 好透 客人 你這樣忍不住好透 所以客人知道好吃的秘訣 就來自於我們的幸福 我跟你講 為了你們的幸福 我們壯死命的人 我們就要拚了 等一下好拚喔 不要敬業了 這宛如酷刑的製作過程 老闆真是令小馬我難忘啊 果然成功的背後 都得付出相當多的努力 你看看 跟小馬我激烈的反應 比較起來 老闆則是老神 在在地將菲力肉 揉至出漿程度 這樣肉塊就算大功告成了 接著陸續準備其他配料 老闆強調 為了要保持食材的新鮮度 它的出攤時間 分為早上與下午兩個階段 每次的份量也都是有限的 完成前置的準備工作之後 老闆即將再次出發擺攤去 我已經等不及 要品嘗老闆的美味三明治了 先買東西吃囉 快點快點 來 有好吃的東西喔 來 我幫你開店 好 來 OK 機車餐車開店囉 走過路過 你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過來吃吃看我們這個 機車餐車好吃的漢堡就要出來 三明治就要出爐囉 好 準備開始做生意 你開始做生意之前 你會不會這樣呼喊一下 我通常都不喊的 不喊的 因為客人自己會來 聽老闆如此豪爽的口氣 想必對自己的三明治味道 相當有信心 果不其然不用多久的時間 周遭已經圍滿了一群 剛放學的學生們 準備要來大快朵衣 我真的覺得你弄得很香耶 真的非常香 現在來的人 絕對不是因為衝著我來 是因為你的香味 香味是來自於你剛剛用心打 用心打那個肉漿 好 現在準備做第一份 我來先幫大家來試吃 來 我們來好不好 讓你自己來 老闆載這個 他的快餐車就不會那麼大 因此他可以再隨時隨地 移動性又高 找個小小的corner 就可以來做生意了 好 要不要吃 好 有 你要挑什麼樣的口味 中和 中和是不是 好的 開玩笑 我們都吃當羊的好不好 現烤 現煎 第一口 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第一口呢 吃下去可能會吃到 完全的三明治而已 我要從中間開始吃 看我真實的表情 我覺得你這可以幹掉 其他的素食店 很多客人這麼說 不敢吃我吃過是不是 沒關係 你吃 開玩笑啦 開玩笑 開玩笑 你叫那麼大聲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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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一份還幾十塊 老闆一份 看到沒有 帥哥 你馬上做第一份生意了 生意馬上上門 馬上上門了 真的好吃好不好 目前以營業三年多的機車餐 因為老闆的創意改造 加上真材實料的美味三瓶翅 使他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另類景點 而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 他還利用通訊軟體提供客人預約點餐 節省等候的時間 小馬我不得不稱在老闆的生意頭腦 更配出他能夠創造出自己的專屬商機 世界之大無奇不由 福爾摩莎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的命